各位午安 我是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大專基礎教育民憑課程的老師 老師 黃的 接下來這個時間 我會花大概30分鐘 就和各位同學去介紹我們這個大專基礎教育民憑課程 英文簡稱就是BCFS 我們通常就叫做基礎教育民憑 好了 我們看一看PowerPoint 首先給大家看一條影片 可以大概要解一下我們課程的情況 我是Hugo 是一間跨國企業的Operation Manager 每天的工作都很繁忙 你們不要看我現在做得不錯 但當年DSC放榜的時候 我都曾經迷惘過 當時我就選擇了浸會大學的大專基礎教育民憑課程 為我的人生展開新業 大專基礎教育民憑是用英文售課 加強英文聽、說、讀、寫的能力 讓你打好英文的基礎 對日後升學和就業真的很有幫助 除了讀必修科目之外 還可以選擇自己有興趣的選修科目 掌握不同範疇的知識、擴闊視野 現在想起那時上學真的很開心 在九龍堂浸會大學校園上課 學員可以用到很多大學校園裏面的設施 例如gymroom、泳池、資源圖書館、資訊科技設備 和網上學習系統等等 可以提早體驗大學的生活 學院的老師不但用心教學 也很關注同學在學業 和個人成長方面的需要 私生關係融合 令到校園生活更立體、更充實 讀完一年的大專基礎教育民憑之後 我希望再充實一下自己 所以我就選擇繼續升學 大專基礎教育民憑 是為有志繼續升學的同學而設 學員可以透過優先入學計劃 優先報讀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所開辦的管理學高級民憑 商業設計高級民憑 和浸會大學國際學院所開辦的副學士 畢業前已經可以獲得有條件取錄 所以畢業之後 我就很順利地入讀高級民憑課程 之後還拿了一個Degree 我有今天的成就 真是全靠當日選擇入讀浸大的大專基礎教育民憑 這個真是我人生做得最正確的選擇 Hugo 帶老闆商業來吃午餐了 好啊 沒問題啊 我回覆他 麻煩了 Jennie 如果你們都想像我這樣 不要遲疑了 立即踏出你們第一步吧 謝謝各位同學在裡面 都看到了 看到了 OK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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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看過一條影片 都大概希望都感受得到 在我們的課程裡面的同學的校園生活等等 剛才各位見到裡面的同學 是珍責我們的畢業生 一會兒中一個都會和大家有一點點問題 OK 首先我們第一樣就看一看這個升學的路徑 我們看一看 如果同學未來完成了DSE的課程之後 而你的成績是有中文和英文同時拿到第二級 或者你的中文和英文最少要有Level1 而現科最佳可以有6分的話 就可以讀我們的DCFS 我們的大專機速教學文行 OK 我們的課程是一年制的 我們讀一年之後就可以升讀這個兩年制的 高級文憑或者副學士的學位 高級文憑就是Hydip Koma 副學士的Associety Gui 讀完這兩年的Hydip或者Associety Gui之後呢 同學就可以去選擇去升讀本地政府資助的學位課程 就是肯定的學位的指揮 或者可以和一些top-up的次資學位課程 我們也會有些同學會選擇讀我們的南澳大學 南澳大學 UniSA合辦的學位課程 也都有一些同學會繼續升學或者去做的等等的 OK 那同學可能會在這裡看到一顆星星 那星星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看一看下面 那如果同學是符合某些條件的同學 讀完DCFS之後就可以直接去英國升讀 Edingran Napier University的商學院的學位課程 那所謂的符合條件就是什麼條件呢? 那就是我們在基礎文憑裡面會有一些英文的科目的 那如果你們在裡面的英文的成績裡面 拿到B啊等等的成績的話 那就有機會可以直接去英國就服這個地區的課程了 那就可以跳了high deep或者soul say degree這個位置 OK 那我們再看看 那這裡都再給大家看清楚了 那我們的課程那個特色 那我們是一年制的 剛才都說了 那還有我們有一個就是叫做優先入學計劃 那是什麼來的呢? 那就是如果同學的話呢 那同學就可以利用這個優先入學計劃呢 就去升讀這個我們學院舉辦的管理學高級民憑 商業設計高級民憑和國際學院的附學士 那同學只要是可以順利畢業的話呢 那就可以直接上來的了 OK 那E.N.U. 英國的Edinburgh University那個河一課堂 剛才也提過了 那剛才同學可能都聽到在影片裡面都聽到 那我們的DCFS的課程呢 是用英文受課的 那所以我們同學在這一年裡面都會有很多的機會 去接觸這個英文 那我們的同學在畢業的時候 都很多那個英文的能力是會增強了很多的 OK 那我們也都會有很多不同的科目給同學去選擇 一會兒我會給大家看一看 那我們的課程全部都主要是在浸會大學的校園上的 國際同學所以同學都可以用到我們的校園的設施的 那除了之外 除了在學校上課之外 我們都會帶同學出去有些參觀的體驗 有些活動等等 那一會兒我都會給一些 往我們活動的上面給大家看一看 OK 而我們的課程結構就很簡單的 我們分開必修科目和選修科目 那同學要順利畢業 就要讀完九個科目 OK 九科 包括七個主修科 那七個主修科就是必修科目這裡 語文溝通有四科 主要都是英文科 那個人成長有一科 另外有兩科是數學來的 七個主修科 再加兩個選修科 那你會在這裡看到有一個表 OK 那你在這裡裡面可以選擇兩科去讀 那包括有些什麼呢 罪行與執法 英語水平測試備客策略 那就是IOS的 那另外還有商業道論 商業設計概論 經濟學道論 也都有一些很受歡迎的 運動教練技巧 Sports Coaching 另外也都是有今年新增的資訊科技精銀和網絡技術基礎 在這個這一列的課程裡面 選擇兩科 就是同學需要讀的九科了 七加二 加上四百五十個學士 四百五十個content hours 那同學只需要這九科全部合格的話呢 那就可以順利不如的了 OK 好了 那這裡都給大家看一看 我們同學DCFS的同學可以用的服務和設施 那剛才看那個影片都 我想同學都有一些印象 會有資源圖書館 有一些computer lab 有一些體育設施 例如泳池、gym room、球場等等 我們亦都offer這個學生的醫療和牙科服務給同學的 那如果同學有些不舒服或者需要去洗牙、牙痛 那同學都可以利用學校的設施的 那牙科我們就是off campus有些service provider給大家 那還有一些的心理輔導 諮詢服務 成長課程 或者營養會讀私有計劃等等 OK 好了 那錢方面大家都很關心的 那如果同學去讀我們的課程的話呢 那同學就可以視乎你的有沒有這個需要 那就可以申請政府提供的兩個計劃的資助的 那第一個就是擴展的免入式審查貸款計劃 那我們平時就叫做nominestest的no scheme 那這個就是跟政府借錢 OK 那就可以幫你借貸 幫你交學費 OK 那另外呢 還有一個叫做持續進修基金CF 那這個就是每一個市民呢 都會有2萬元的資助給你們的 OK 那如果你們之前沒有用過這2萬元的話呢 那你就可以用這塊錢來去讀DCFS 那完成了那個課程之後 那就可以跟政府拿回來啦 OK 好了 那這裡都給大家多看一次啦 我們的升學途徑 那還有兩樣 管理升學 那就是讀完DCFS之後 你可以去透過我們的優先入學計劃 讀我們的high diploma 或者associated grade 另外 管理升學的 那就可以去英國的ENU 那有些同學在我們的課程裡面得到的成績啦 尤其是英文科啦 OK 好 那這裡就給大家看一看 我們的畢業生的升學就業調查啦 那我們的畢業生呢 全部都是升讀這個高級文和副學士的 OK 如果他們是選擇繼續升學的話呢 那就是副學士 高級文和副學士 那你會見到副學士就稍為多一點 那這裡你會見到一些我們的校友的分享啦 那主要同學都是覺得我們的課程都會讓他們有一個學習的機會啦 學到一些實用的技巧啊 可以幫他們以後的工作所運用啦 那另外 組三年的馮運之同學呢 都覺得我們的課程可以令到他可以去增加他和其他人用英文的信息 那剛才都講過 我們因為我們的課程主要都是用英文去教授的 那另外兩位同學都告訴大家他們的口語表達啊 寫作技能都得到提升啦 都是英文的方面啦 都可以幫他們將來的升學做好準備啦 那那朱曉營同學就都提過啊 我們的課程都會有不同的活動給各位的同學啦 那例如他參加過這個迪士尼朗的職業生涯日計劃啦 那他裡面的都是學到一些的 在國際公司裡面的工作技巧的 OK 好啦 那接下來這個時間呢 那我們就請到17、18年度的DCFS的畢業生阿劫先生同學同學 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的感受啦 Hello 是啊 那我是17、18年的畢業生啦 那其實呢 我覺得啦 DFS那個課程其實是幫了我很多的 那首先呢 本身我是因為DSE有兩科五合格的 那我就那時候就覺得都幾旁旺 那我就不知怎算好啦 因為本身我是打算讀感樂系的 那但是如果我兩科成績呢 就是比較了兩科的話呢 其實是連一些可能是苦學師或者high-deep的課程 那我是讀不到的 那於是乎呢 我就去留意啦 那我就見到呢 這個課程喔 文化課程喔 那我就覺得啊 那就試一下啦 那讀啦 起碼我都可以繼續升學這樣啦 那我報了名字之後 讀了這個課程之後呢 其實呢 都獲益良多的 那除了是因為老師都很細心啦 那另外 那真的在語文上面呢 都會有一定的進步的 因為真的 剛才Ricky老師都說了啦 全英文教授嘛 那所以你的英文的水平一定會提升了的 那之後 再加上啦 那各方面 譬如可能是 剛才也看到的 那數學啦 那我是最差數學的 那我失敗了數學 那但是它有一些課程是幫你補回 補回補底啦 那可能由你本身兩科 五科二的DSE成績啦 那所以我都可以最後順利畢導業啦 升到我心儀的後科到繼續去發展啦 那接著 畢了業之後啦 我就讀了 繼續升讀這個科學士課程啦 就是CIE那邊的課程啦 那現在呢 我就 在讀這個 Top Up的 即是 都是自資課程來的 那就是一個音樂系的課程 那繼續去發展我的 想要的東西這樣啦 是啦 OK 謝謝業童的分享啦 那希望 那我相信 我不要叫業童 我叫Kweeney 了 Kweeney的分享的感受 我相信都是大部分同學的 都是相同的想法來的 OK 因為我讀書的時候就是 我是不是Ricky上來教的 哈哈哈哈 他是我的學生來的 好了 那聽完我的分享之後呢 就給同學看一看 所以我看過我們的課程 會有不同的不同給大家啦 那剛才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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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曾經提過的 迪士尼工作體驗方呢 就在左上檔 或者左上檔上面了 那麽我們原則上就 這幾年都有去的 那麽除了 那麽除了 那麽因為那個疫情關係 那麽有了 那麽之外呢 那麽我們 那麽就算剛剛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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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剛剛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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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去準備的 好了 那還有 除了剛才的參觀活動之外 還有 有些同學就參觀了長者安居協會 還有一些義工活動 好了 那我希望 這個分享都可以幫助到同學 大概了解我們的課程 但是如果同學還有其他問題的 或者有其他的入學申請詳情想知道的 可以看回我們的課程網頁 就是hkvuse.hk.gcfs 或者可以打電話去3415428去做查詢的 好了 那以下的環節就是Q&A的時間 但是看有沒有同學有問題想即時去發問 那我們可以即時回答大家 Ricky Sir 我呢 其實在chatbox那裡見到有同學問 如果我們dcfs升上hkbu的high deep 或者asso的機會是高不高的? 那所謂的機會是高不高的? 那所謂的機會是高不高的? 那就視乎你合不合格了 可以畢業了 OK 那如果同學是可以順利畢業的話呢 那其實基本上同學都可以憑著我們的優先入學計劃 就直接上去的了 那問題都不大 那如果你說純粹是我們B.U.的high degree 那其實那個條件其實是你需要畢業的 OK 那我看就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是真的很高的 OK 謝謝Ricky Sir 那另外呢我剛剛都見到有同學問 那數學科都見到佔整個課程的比重多不多 因為同學就說他自己的數學科都比較弱 怕是應付不了這樣 那所以就看看會不會可以多說一些數學科 在我們的dcfs裡面佔的比重的資料給大家聽一下 OK 好 所謂比重呢其實我們就不是很像中學這樣說 就是有些中英數就佔多些分這樣 那不如我給這個數字你看看 我們九科有沒有兩科是數學 OK 那其實那個要求呢 其實就是你在這兩科裡面要合格 OK 那 那 如果同學 其實他都有問Cweeney OK 那不如Cweeney Cweeney你試試回答這位同學 你當時的感受 或者你有沒有對那個應付有沒有難度 當然你要努力讀書的OK 就是不會跟你說一定會合格的 那首先你也要看看你個人估出多少 那但是呢 如果你是有估出的話呢 那不吃力的 這件事不吃力的 是的 因為其實我都數學弱的 我都是衰數學的 那但是 我都合格的 是的 所以看看你 那你考試的時候 你溫書功課要做得完 當然 那如果你同學 我又不溫書 我又不做功課的 那都很難得及的 但是如果你做齊的話 基本上都 這件事是你會做得到的 是的 不可以的 是的 還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拜託到你 也都麻煩了業同學 那另外呢 其實我都見到 Fat Fox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完成了我們的課程之後呢 是不是都可以申請政府工的 可以不可以申請政府工的 是的 Ricky Sir 這裏有沒有這方面的資訊 其實要視乎那個 那份工的要求是什麼 是的 有些工 有些工 有些工要求你 可能要求你的要求低些 有些工要求你 可能要有大學畢業 那就純粹看看那份工 那個要求是什麼 我不如這樣回答你 好 多謝Ricky Sir的資訊 那看看有沒有其他同學還有問題 好 那如果 都沒有其他問題的話 那不如我們今天的課程介紹 就來到這裏為止 多謝各位同學的參與 還有多謝 Creeny和同學的幫助我們分享 OK 拜拜 謝謝 謝謝Ricky Sir 謝謝Creeny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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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